認識很久也已經有一兩年了 一兩年還沒有辦法那個就是 那就是也沒有真的很多時間是可以常常相處過幹嘛的 但是我們有常常聊天是有的 想說什麼時候可以聽到你們的喜訊 認愛之類的 我們先聽到鞋子的喜訊 所以會比你快 他快很多吧 哈哈哈哈 因為這台有從旺夫的 蛤 對啊 因為下雨我本來就是 因為我在節目上 所以我們來一些 所以我就比較熟 所以下雨就不錯 但是旺夫這件事 表演你有參與他的表演嗎 哪裡有啊 不要亂講啊 他自己已經很奇怪了 以前在做三國的時候 我都沒有辦法拍戲其實 對 那原因是因為 我也不喜歡回到像以前這樣就是 我又要嘎心又要主持幹嘛 我覺得好好做一件事 一定是非常興趣的事情 所以我後來離開團體之後 我大概都是 就是一個戲或一個節目這樣才走 拍戲是這樣 他希望你hold you所有的時間 讓他們比較好運用 然後你的角色 如果你戲分又重的話 他們也比較好安排 所以現在比較有時間專心拍戲 那感情部分應該可以相處培養吧 其實我是只要有時間的話 然後我發現我的交友都是受到 其實我講真的也是受到記者的影響 我覺得受到民眾 民眾好像會拿手機拍或幹嘛 然後又逼了我就又不想要出門了 又開始有這種感覺 私底下我喜歡自摘 那是很難的 所以我為什麼以前我常常 跑到山上去 那很多人 我有三豬要拍我 我有一個 三鄉拍我 我說還會私訊給我 我說 古墨也生到了 還下飆欸 古墨也是 感覺你們認識很久了一樣 已經開養很久了 跟活室 認識很久也有一兩年啊 一兩年還沒有辦法那個就是 那就是也沒有 真的有很多時間是可以 常常相處或幹嘛的 但是我們有常常聊天是有 但他現在剛好其實也在這個圈子裡 有一個顧慮的節目 所以會跟我聊一下 那時候大概我跟他分享一下 每個節目他有一些他主要的表演方式 就是分享這樣 想說什麼時候可以聽到你們的喜訊 認愛之類的 我們先聽到鞋子的喜訊 我們其實私底下有聯絡 但是我們其實男生不會去過問 他們的感情事情 那我是昨天看到有一個新聞 跳出來 我其實替他滿開心的 感覺就是像 半公開 感情很好的一個狀態啦 因為當然會替他開心 那會比你快 他快很多吧 哈哈哈哈 因為他有常常帶旺夫耶 蛤 對啊 因為夏宇文本來就是 如果在節目上 我希望我們把他一起 就比較熟 所以他就不熟 但是旺夫這件事 有你財務大部分 哪裡有啊 不要亂講 他不然怎麼會 聽起來很奇怪對不對 聽起來很奇怪 因為他習文自己會讓 讓鞋子哥是 感覺是有忘記 不要讓那邊擠 但鞋子哥之前 也是財務問題 教我夏宇童之後 哇 整個又復活過 有沒有 那你要不要教一個 像夏宇童這樣 解決一下你的財務問題 哈哈哈哈 是真的欠錢喔 蛤 那是認真的欠錢嗎 真的欠錢 我這個不知道講時間 我以為是節目效果 所以你們 不是我覺得有些問題很尷尬 就是說你問他到底 這個股票賺多少錢 對啊 啊他欠我錢的人 他敢講說他賺多少錢 對啊 這欠多少 對啊 我欠他五萬塊 那才五萬 五萬 你股票 對啊你不先還他 不是我那個時候 已經覺得是很吃雞 所以我才跟他講 對 他後來才借我 因為我的時候 今天五月還差一個四月 四月的時候 你講 月久以前有沒有 四四五月的時候 就有吃 然後他現在都還沒有還 蛤 他鼓勵我們說 你簽法是不是先過好 我沒有喔 哈哈哈哈 按說我們要幫他吹這筆錢 對啊 對 我們名字眼神都公開 我不是簽他錢包含了嗎 我們現在還沒有 因為我這個開銷太大了 沒關係 只不過我們真的 第一百萬 對啊 我還附帶你鞋 對 希望 希望 真的會啦 不然你來幹嘛 你不就是來吹哉的嗎 哈哈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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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